所以说这时候SVN的好处就出来了嘛 对不对 为什么要用SVN呢 一旦出问题了 你就直接还原一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咱们这里边还没有那个后退吗 后退按钮咱们一直原来都没加 那没事咱们这次正好有加上 原来后退这个按钮 咱们原来一直忘记加到里边了 怪不得没那个方法 正好 我们加进 我们那个cattle在哪呢 这个吧 之前一直都没有加 卡到了 卡到了 复制一下 然后 沾到咱们的这个里边 这个改一下 I way吧 这样应该不帮我做了 点I way come back 这应该是个大写吧 对我们这个还应该是不能乱覆盖的 因为我记得先前咱们还在这个基础上还改过不少东西吧 我们把这些故事的新删了 我们把这些故事的新删了 没错了吧 没错了吧 没错了就好 其他的类看呢有什么 不错 这个咱们先前改成那个什么了 好我们继续因为咱们在新做的这个呃 activity from里边还是改了不少地方的结果我刚才一覆盖就报错了地方比较多现在已经呃改正常了 然后我们那个正好顺便把咱们的那种回推按钮这本来有个回推按钮的没加上我们这就正好顺便也给他加上了 那我们就继续呃现在这个图表已经放进来了是吧 放进来之后我们要把这个里边的类别统计对象给他放开 这个类别统计的这个代码吧 对不对 还有一个十几类 啊这里面的不够做 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的统计是否出错 看我们挪过来这个统计出错了 肯定出错 又又没有加那个什么 他这个每次都要往里边自己单独加这个就搞了人挺头疼的 能冒还要旺 哎呦 我每天来看到我们之前的那个东西包错不包 不包错就行 啊这不是就有有这个什么有猴腿猴腿按钮了吧 一点就回退回去了 一点就退出了吧 是吧 好 然后我们在主界面里边就用不着回去按钮了 可以给他可以给他隐藏掉 怎么隐藏了 我们掉下那个方案就可以了 初始化空间什么 我们直接把他的这个给隐藏掉了 有个隐藏这个后退按钮 在第一页的时候就不让他显示后退了 应该就没有后退了 没有了 隐藏掉了 还有统计的 然后这个类别统计 我们进来看一下 怎么统计的呢 反正类别是不是删了一个 我记得以前是有11个吧 不管它 我们先看类别统计 没显示是吧 我们来 对 因为我两个地方 可以做这个类别统计 那个我一个给停掉 关开 有了吧 是不是 出来了吧 可以来回变得移 这个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这个自己封装了一个空间吧 这个是 这个是怎么弄的 你说它这可以左右引接 是这样吗 它封装的时候 这不是一个view吗 它要在这上面监控你的 untouch实践吧 如果你是多点触控的话 是不是 按照两个多点触控的话 它取出来之后 它可以让它缩或者是大或者是小 对吧 左右移 那肯定就是单点触控吧 你移到哪个位置 它把 它把这个图形在 在你手指点松的那个位置 再 再重新会一边 那就可以了 对不对 包括比如说 这个里边 你看到 是不是不在你这个屏幕范围之内的 你看到没 变成省略号了 是不是 这是怎么做的 很明显 它动态的取你这个屏幕的高宽了吧 是不是判断 如果你这个东西出了这个高宽了 它就给它 汇图的时候画成三个点吧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东西 你看着它 好像很复杂 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它用的 都是基本的这些原理吧 取高宽你怎么会吧 安踏实践你也知道吧 对不对 取坐标你也会吧 所以说 你看着它这个效果挺酷炫 是不是 说白了 它就是把各种各样 咱们都知道了 常用的这些技术 它整理好思路 给封装好 封装起来 对不对 对外暴露 直接调用接口就可以 所以说 这个自己定义 或者封装空间 不要想是 可能要求技术很高啊 我做不了 或者怎么样 这种就是说 一点点的做 一开始 你从最简单的 比如说你要研究 你要自己做这个汇图空间 你首先一开始研究什么 对 先不要想封装的事 先自己研究一下 怎么画出来这个圆 我画出来这个圆了 我再研究怎么分块 对不对 给它画成这种一块一块 对吧 这样的话 你一步一步往下做 你是不是就越做越细 当你代码写的 写的你发现多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看起来有点乱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该整理整理 该封装封装 把它提供成一个方法 或者是接口 对不对 然后再继续在这个基础上再完善 然后逐步 你比如像它这里边 挪到外侧的时候 你一开始支持左右移 对不对 你还不支持移到外侧的时候 显示三个什么的点 看你如果一旦 把这个左右移这个方法写好了 这个点 是不是就是判断一个高宽呢 你只要超过的时候 你发现有一部分区域 超过这个高宽的时候 你就把它画成三个点 对吧 所以说 自定义或者自己封装空架这种东西呢 不是说一上来 让你很完善的思路 一定要做得很全 考虑很周全 不用 你完全可以自己上来移动 先直接写 写一点封装一点 写一点封装一点 最后就会越来越完善 知道了 所以说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 包括它这下边这个缩放 这缩放是什么 那不就是点加点减 把那个画图的那个半径扩大 对不对 现在说 这个咱们有兴趣 因为它也是开源的 咱们有兴趣的话 因为先前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学员问我们 怎么能 也有这种思路 或者思想 最好的办法 就是读别人的这个 原代码 一个原代码看下来 尤其是像这种空架 封装非常完善 非常良好的空架 你一个原代码读下来 你能学到各种各样的处理 这个支持 知道了 所以说 这个东西咱们下来也可以 没事读一下 然后我们这次呢 就直接只看它这个东西 到底如何使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先说一下这点 我们这个是直接 因为你在 你在那外边已经 那个数据已经查出来了吧 对不对 你 像这种统计数据 你就是说 在里边再查会怎么样 就比较 多余 所以我在这里边 等于是 不管是里边外边 我直接给它查好 传进去 另外一个 咱们可以看一下 学习一下 咱们先前都是传的是 这个实体类 对吧 最多传一个实体类 学习一下 如何传一个 粒子过去 传一个数据 你知道吧 这个数据要怎么传的 其实很简单 看到没有 我这不是一个例子 对不对 用这个 放入扩展数据 对不对 用这个方法 它不是支持传那个什么吗 实现了这个 接口的这个类吗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数据 做一个强行的数据转换 就可以放进去 要不然你 它不支持直接放数据 你不做转换 你直接又这会儿 要报错了 看见没有 你要做一个强行转换 知道吧 但是这个强行转换之前 有一个前提条件 你放了这个实体类 你知道吧 一定要实现这个接口 不实现 你可不能直接拗了一个 随便放点什么东西 就往里边就就就就 强行转换了 到时候这个东西 要报错了 所以说 它为什么能前提转换 前提是你这个类 实现了这个接口 知道吧 所以你才能前提转换 这样的话 你直接放进去之后 再去打开 取的时候是怎么取呢 跟咱们用的那个 平常的那种一样 我们看是怎么取的 这个取 我们来看一下 是在 这儿取的吧 get intent 然后获取这个 去序列化这个 填充了扩展数据 是不是 这是k码 是不是取过来 反向 反向回来就开 对吧 就这么简单 但是这个一般人 用的不是太多 一般他们都是 大多数都自己 传一个实体类 所以说这个 咱们 记得 以后一旦用的list 就这么做 很有可能要传 这个数据过去 然后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这个画图的这个代码 它是怎么做 画图代码怎么做呢 我们来一个一个解释一下 咱们进来之后 要用了一个方法 是吧 获取这个类别统计 然后返回是一个view类型 咱们是不是直接填充 这个view就可以了 不加进去 我这个方法做了一个扩展 咱们先前不是只能传ID吗 我扩展了一个 要可以往里填view 这个就就就就 ADview就可以了 更简单了 对吧 然后我们进来看这个统计 首先我做了什么呢 我声明了一堆这个颜色 这个数组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丙图 你也看到了 你画这个丙图 它是有颜色区分的 这个颜色是你自己 要填充进去的 所以我自己生成了一个 这么一个数组 填充了六个这么颜色 对不对 之后呢 我们首先做了什么操作呢 看到这个方法 这是构建一个Render 就是渲染器 对不对 构建一个渲染器吧 因为它在这里边 它把这个封装 概念它这个图形或者什么 它把它封装成一个渲染器 就是绘画呀 或者什么颜色呀 渲染 知道吧 构建渲染器这里边 怎么构建的 它有这么一个类 就叫渲染器类 知道吧 你先用一个渲染器 Render这个类 然后这个设置什么呀 缩放的按钮是打开还是关闭 对吧 这个控制什么 就这个吧 你如果没设置 它默认是不显示的 你如果设置设置的话 它就显示出来 知道吧 这个你根据你实际需要 设置它是打开还是关闭 然后呢 这是设置标签的文字大小 这个文字大小设的就是这个 它画出来这个文字大小 知道吧 这个设置的是介绍说明了文字大小 是什么 是这个位置 知道吧 可以分别设置的 然后就是设置颜色 你看咱们设置了个蓝色 它是显示蓝色的 对吧 这是常用的这些属性 然后这就设置什么 它立了距离啊 这些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边方法有很多 它这个渲染器 你看没 背景颜色呀 对不对 包括什么 你看高宽这些都有 所以说具体这么多属性 咱们不可能全部用完 所以说咱们实际在用到的一些地方 咱们去查这个 类的文档就可以了 它写的比较好全 好吧 咱们就常用的就是这几个 然后接着往下怎么办 你这里边有一个外部的一个title 是不是 这title是什么 我们来看 就传了你的数组吧 对不对 你便利这个数组 每便利一个就生成一个渲染器 因为你这个数组 数组里边数据 每一个就是说白 就是这么一个统计块了 对吧 便利一个生成一个 然后设置它的颜色 每个新的这个 这个紫的这个 一块一块这个 这个 序列这个渲染器 你都要给它 填中一样颜色 最后用总的这个渲染器 这个vinder 把它给添加进去 就这么就完 就完事了 你这几块都添进去 就这么简单 然后 这里边 每次都要颜色变一个 对吧 当然我这下面又多写了一个 如果这个颜色 大于它总数组的长度 对不对 因为我这儿在 他那儿加加嘛 每次都往前加一 颜色变一个 对吧 然后 刚才大于它长度 把它制零 这个是为什么呀 我定的颜色 现在是六个吧 我类别是不是有十个 所以说你 超过这六个 你得把它归零 你不归零 那不 数组下标就越界了 对吧 所以说你颜色 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需要 你多定几个 你比如说定个二十个 对吧 就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宣传器就得到了 是吧 每一块填充的数据 他也得到了 就在这儿放着 然后这个是干嘛呢 这很明显设置数据源吧 对不对 你能汇图了 但是汇图上面数据 你得有啊 是吧 这就是它有这么一个类 就是类 这是类序列吧 人家叫 反正就是 这个传的是一个 title 也就是说你这个 图形的一个标题 它这个标题呢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默认设的是这样 它这个标题咱们已经传进去了 但是它在 丙图里边是不显示的 它只在那个什么里边显示 它只在那个 那个 折线图啊 什么那些图 那种仓块或者柱状图啊 这里边显示 在丙图里边不显示 但是咱们如果有这个实际需要 它如果在哪儿不吃这个 咱们它这个是太远的 咱们也可以自己改 对不对 这个时候传进去它是个数组 然后继续往下走 这个K这个是多余变量 用不到 你看它是怎么做的 是把这个传进来了 这个便利一下 然后转换什么 因为这上面要做统计 肯定全部都是数字吧 对不对 所以它放的时候是要放一个double值的 头一个放的是每一个的标题 咱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标题都是数量 什么什么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实际的数据 咱们这次统计的数量 放了是不是就是看看 所以说 它要求是一个double类型数据 咱们又转换成double 就是这样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准备的数据员也好了 是吧 它最后这个生成就很简单 你看 获取一个 丙 丙视图的view 是不是 感谢蒙子